讓我們開示,師父 大家 在這個地方 我用我一個製成的心 來感謝大家 為我父親 往音符居士 念佛迴向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非常的感恩大家的 寶貴的時間 珍貴的時間 來為我父親 所以非常感恩,感謝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是我父親的49天的圓滿 阿彌陀佛 也感謝我們 去臨近中所會 感謝我們的正宗 我們的正居士 能夠 給我父親 紅音符居士 也跟大家來借個緣 我弟子 這個也相信 父親 一定會得到利益的 所以 這個念佛 功德 確實不可適應 我相信 那些 一切的眾生 也經過我們的 一起念佛 也能夠 獲得 無量無邊的 功德利益 所以 感謝大家 感謝你們 至非 今天師父不講 不開始 只是師父說 祝大家 你們 要老實念佛 我們這個時間 一天一天的過 生命一天一天的減少 一定要把我們的生命 最珍貴的時間 用在這個念佛 該放下的 我們要學習要放下 不該放下的 就是這句名號 那我們要分秒必真 將來我們才能夠 同生极樂過 只要同生西方极樂過 什麼都解決了 所以祝大家 有這個因緣 有這麼好的難得機會 再加上我們這個雪梨 這個雪梨金鐘 雪梨將近 也二十幾年了吧 這種 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了 也說長也不長 說短也不短 希望我們能夠 做出一個好樣子 給大家看 念佛 不是迷信 念佛 是一種很好的事情 給大家 鼓勵 希望我們能夠 將來做一個好樣子 給大家 在證明 往生西方 真的是有 阿彌陀佛 真的是有 所謂的 過十萬億佛圖 有世界明約其樂 其土有佛號 阿彌陀 給大家 你能夠證明給大家看 因為你能夠證明給大家看 你能夠度一個人 到西方去的世界 那你想一想 等於幫助一個眾生 要生死出三界 而且 一生成佛 那將來他成佛 會度五量五邊的眾生 那你說功德有多大呢 所以 祝大家要努力 要真的去修行 像昨天師父 跟大家講這個 夜果夫人 這個丫鬟念佛往生 一年當中能夠往生 說明啊 他真的在真修 他真的在修行 我們不能重在表面上 要重在 我們真正在修行 才能夠會有獲得利益 不然的話 我們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月 那就非常難得 你等到下一輩 再來學佛 再來念佛 那就很難講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地獄很苦的 一天在地獄人間 兩千七百多年 很長 為什麼佛在任言經裡面 把地獄的事情講得很清楚很詳細 就是讓我們要警覺 容易進去不容易出來 三惡道太苦了 所以為什麼法葬比丘阿彌陀佛四十八月 頭一念 就告訴我們 國五惡道院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真的 人啊 容易堕落 迷惑的容易 覺悟的太難 我們容易也被這個外面的境界被迷住了 那一輪呢 我們就開始造業 造業 將來又受火爆的 這個不是能開玩笑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念佛 用這句名號 來提升自己的德恨 提升自己的德行 將來能夠 我們的德行 才能夠帶到我們 到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只是跟大家來分享 跟大家來鼓勵 也感謝大家 給我福興這個機會 跟大家結個緣 特別是我們的鄭總阿 阿彌陀佛 這個拜天 我們再跟大家來一起共修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 不是這個星期 師傅明天有什麼活動嗎 明天 明天沒有 明天我做功課 我自己要做功課 OK 謝謝大家 祝大家晚安吉祥 祝大家好夢 今天晚上祝夢阿彌陀佛 謝謝師傅 有空請過後大家一起見面 阿彌陀佛 好 阿彌陀佛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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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師傅